再來,我們要再次跟各位強調 我們說 比熱比較大 溫度不容易改變 不容易上升,不容易下降 比熱比較小 會容易改變 容易上升,容易下降 這個比較 有一個一定要有 它說質量要一樣 不可以拿一小堆的水 一個大門傳比 也不可以拿一個鐵滴 這個游泳池的水瓶 它說不對 質量要一樣 這個以前 幾乎沒有人有一個嘉義出貨 但幾乎沒有人這樣出貨 質量不一樣 可是 那年學者這樣出之後 就變成大家喜歡去出現一個質量會不太一樣的狀況 質量不太會 質量不太一樣的狀況 那其實很正常 其實很正常 很正常 好 我們的 我們的公式叫做 H 公式拿出來比 現在我們的條件叫做質量有一樣 質量有一樣 假如我們是給一樣的熱量 那你就發現 比熱如果比較大 壓力要怎樣 比較小 叫做比熱大的溫度不容易改變 不容易上升 不容易下降 假如我的題目改成 我讓它上升一樣的溫度 那我的質量一樣 那麼比熱比較小的 熱量也比較小 就只要吸比較小的熱量 就可以上升到同樣的溫度 所以這也叫做容易改變 這也叫做容易改變 但假如說 現在質量沒有一樣的時候怎麼辦 質量沒有一樣的時候就是要看什麼 看 M乘S M乘S的情況 來做變化 譬如說 現在我給一樣的熱量 那麼如果M乘S比較大 那 這量溫度比較怎樣 就比較小 好 那如果我給一樣的溫度改變 M乘S比較小的 我需要熱量就會比較小的 所以就要看M乘S的結果 所以 如果 如果 條件不是 一樣的 那就要看M乘S誰比較大 M乘S誰比較小 如果不是 那就換另外一個 換另外一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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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水的比例就是1 A的比例就是0.6 甲1比 然后呢 甲是100克的水 乙是100克的A 乙是200克的A 然后这个变化图 请问你谁对谁 谁对甲 谁对乙 谁对饼 好 是谁对应谁 就是这个 学测之前的 唯一的一体 只要有不一样 好 如情比大小 直化一刀或横化一刀 我知道或者是 但你要直化还是横化 我现在直化一刀 直化一刀什么意思 我们的时间一样 加热时间一样 那表示大家吸收一样的热量 然后对过去有不同的温度变化 有的比较多 有的比较少 所以呢 加热时间相同 吸收相同的热量 H是一样的 然后呢 ΔT不一样 公式叫做H等于MSΔT H等于MSΔT 所以我们热量一样 我们就写1 然后呢M 质量 A甲是100克 就是100 水比21 然后Z加大D 水100加大D 这个甲 同理 乙呢 热量还是1 因为热量一样就写1 然后呢 质量100克 比0.6 我们加大D 60乙 然后饼呢 往里面放 就120 那100甲 60乙 120的饼 答案都是1 那你就知道谁会比较大 谁会比较小 这样子 这都是1 然后呢 100甲 120 那所以呢 乙的温度会变化会最大 那这里是谁 这是A嘛 A的温度变化最大 然后别人会变最小 谁啊 就是C嘛 C的变化最小 所以呢 就表示 应该是 对应是A对比 B对甲 C对比 答案选B 如果你很会数学 OK 刚才讲过M乘S的大小的比 你看看就答案出来了 如果你很会数学 OK 没有问题 如果你数学不太行 就跟我一样 慢慢看 慢慢做 好 你就知道谁应该对谁 这个是在学测油考之前的 唯一的议题 质量不一样 但是那年学测考了这一年 所以同此之后 大家就喜欢问 这个质量不一样 因为学测考过 好 请问你有85克的油 跟85克的水 加热关系 油跟甲浦跟乙 然后一件事情 你待会解题的时候 要先知道 甲跟乙 谁是油 谁是水 好 水的比热比较大 水的比热比较大 油的比热比较小 0.6 还有另外一个液体 是只有0.5 然后取170克液体 去加热 取线放在哪里 应该是哪一个 取线应该是哪一个 这理论上呢 有思考的 不太 要一点点简单的计算 或者用想的也可以 落在哪里 刚给你讲过的 你得先知道 甲是 你要先知道 甲跟你 谁是油 谁是水 油的比热比较小 水的比热比较大 这个加热图形里面 谁是油 谁是水 然后呢 拿另外一个170克的A来 去加热 会不会在哪里 会不会在哪里面 质量都不一样 所以重点是M乘S M乘S比较大 就等于是比热大 温度不容易改变 M乘S比较小 就等于比热小 温度容易改变 你的答案是哪一个 你的答案是哪一个 不能够单纯的说 比热小的 温度会容易改变 比热大的 温度会不容易改变 因为它质量不一样 钱给条件是给85克 不问题又问的时候 是170克 所以质量不相同 所以不可以直接说 这个比热比较小 温度容易改变 那个比热比较大 温度不容易改变 不能直接这样讲 好 因为有个质量不一样 你的答案做什么 那个人叫做三四号 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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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小的女生吧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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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多少 答案各式 等一下 等一下答案多少 了解 不知道 9号 再找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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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号 10号 29号跟10号起立 2号 9号 9号 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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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 10号 好 10号 1号 9号 10号 你猜B好了,你猜個我玩 來,小青,你猜多少 你A就B,星星 B,B,B,B 我猜A,你猜B,你猜B 你猜B就好了 多少 A A,不錯 B,B,B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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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你真的要選B喔 YES 你一定會輪隊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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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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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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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注意 直接一刀 表示加熱時間相同 吸收一樣的熱量 甲的溫度上升多 乙的溫度上升少 甲油跟水都85克 質量一樣,所以可以直接比較 比熱大的溫度容易改變 比熱小,對不起 比熱大的溫度不容易改變 不容易上升,不容易下降 比熱小的容易改變,容易上升,容易下降 甲上升多,容易改變 所以表示甲的比熱比較小 甲的比熱比較小 所以呢,甲就是油 乙就是水 塗上甲是油,乙是水 好,現在換了某個液體A來了 可是它質量不壓170克 所以不能夠直接比 不能夠直接說這個比熱更小 所以變化要更多 不能直接這樣說,因為質量不一樣 質量不一樣 必須要把公式搬出來看一看 H等於MSΔT 如果我們用相同的加熱時間 如果我們用相同的加熱時間 也就是相同的熱量H來判斷的話 那我們就會發現 好 水一樣,85乘以 質量 85質量,然後比熱1 然後乘以ΔT 那我們的 油 乘0.6 那我們的某液體A呢 是170乘以ΔT 喂? 它跟誰完全一樣 它跟水完全一樣對不對 公式寫的完全一樣 1等於85ΔT 一樣 表現什麼意思 它的溫度變化行徑跟誰一樣 是跟水一樣 所以 它是跟水一樣 它的溫度變化跟水相同 那Cast一樣的就是哪一條線 剛剛講過 假是油嘛 乙是水 所以它就要跟乙重點 所以答案就選出 它跟乙重點 好 請問 有人有問題了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